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蓝呢是我們目前賽季的御用爬分神教 勝率高到非常的誇張 高到八九十趴的那一種 首先呢喜歡影片請點個讚 還沒訂閱可以考慮訂閱 那 有玩家反映呢 藍在S牌以下 確實很好爬分 不過呢 傷了高段一點場次 會鋪入他短板 這點呢我們確實是認通的 主要是呢 要知道 比較高段的場次 像是排位二次巔峰賽 藍得太過脆皮的缺點呢就被放大 有時候呢像沙尼還是等等的英雄 一套下來呢會把我們控住 空到呢連大招都還沒開 就被秒到 這點確實有點麻煩 如果要突破這個問題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 靠你的觀念跟操作反應時間 要預判性的大招呢 來躲敵方的控制招 還有要地圖觀夠好 要知道呢敵方會蹲在哪一個場 就要有金卷 或者呢你也可以是開圖玩家 開圖就知道敵方蹲哪裏吧 最近呢打電風賽打下來 我就感覺 我好像是唯一一個沒開圖的 不管是隊友還是對手呢 常常遇到一大堆開圖的玩家 這點呢是真的有感 如果呢你有一定的實力 或者你玩久了 對方有沒有開圖 你看他的走位 看他的探草方式就知道了 相信呢選手也可以感覺出來 這部標題呢是S以下的刷分身價 那我們就專注在S牌以下吧 雖然這場並不是喔 這場是S以上 我個人覺得呢 不管是電風還是排位 他都是可以玩的 就算是在高端點的場次 不過呢S以下之所以厲害是 我們很容易跟敵方的輔助打出一個差距 也就是俗稱的輔助差距 很多時候呢 S牌以下的玩家都不願意玩輔助 他們都是被迫去補位 被迫補位呢會出現什麼 最常出現呢就是莫托斯 可能是免費講大家都有 再來呢有時候擺爛的可能會玩牛魔王 當然也有真正牛魔王玩家 不過比較少 或者呢是被迫補到一些 他們不習慣的坦克英雄 而來呢要打出輔助差距的話 就是我們只要用好我的惡意技能跟普攻 去消耗敵方的英雄就好了 不管消耗誰都可以 可以的話呢前期最好就消耗一下 他們的打野跟射手這兩隻 尤其是打野呢水量不滿的話 他們很難做事情 很難去貪視野啊拿物件呢 更不用說去抓人 還有就是射手了 射手呢水量一旦不滿的話 他們會連安全感都沒有 連小兵都無法吃 反正呢 不管前中後期什麼時期 大家都會怕我們的消耗 而且啊S牌以下的話 就不會出現那種被控到 直接死掉的情況了 敵方的控招呢 接招可能會沒那麼完美 隊友之間會比較不發完美配合 舉例來說呢如果我們真的不幸被殺你推到的話 這過程中呢我們還是來了幾開大招喔 補血無敵再逃出來 喔對了我們一直說一套空到底 那當然呢我們是一個輔助 可以買清心 像這一場呢我們就買清心了 所以就不怕控制 目前四分鐘 全隊六個頭我們有四個參團 這挺高的 玩好藍呢 基本上你抓好距離可以使用一普攻 一普攻出發死亡組之後呢 敵方就一大個血都沒有了 更不用說呢 當我們買出了惡魔微笑之後會更痛 一個讓技能的簡單命中方法呢 就是開著二招去抓人 開著二招過去使用一普攻 如果二招能夠命中呢 當然是錦上天花 反正我們的目標就是消耗 還有觸發惡魔微笑 跟死亡詛咒 雖然他身為一個輔助英雄呢 可是我們卻沒有傳統輔助那麼無聊 畢竟很多時候呢 我們還是打得挺激進的 會主動去進攻 主動去運人刷人 像這樣子呢 敵方的颯枷 要回家補血了 另外一隻不小心被我們碰到 不知道誰 他也是沒血了 把敵方打殘之後呢 我們還可以像這樣子喔 讓敵方離開了小兵的經驗區 跟經濟區 再來呢還可以磨點敵方 魔耗敵方反應他 不過當然呢 我們就沒有給我們射手太多的保護了 射手可能就要靠自己自保 這交易呢也是划算的 我們去亂敵方的英雄 亂敵方兩三隻 像這邊呢 抓了敵方兩隻 同時呢還可以消耗敵方的射手 大轉特轉 我們這波跑線呢 還可以拿下一座防禦塔 算時間六分鐘左右 單純的幾個簡單的消耗跟跑線呢 已經為團隊帶來 極為巨大的 差距了 這一場我們的輔助對位呢 是愛麗絲 愛麗絲跟我們比呢 性質有時候有點像樣式 不過呢他要有我們的效果 必須要有很多裝備 很後期 要魔攻夠高的時候呢 才可以打出這個效果 而我們呢是完全不需要的 就算呢連第一件大裝 惡魔微笑還沒買出來之前 光靠一普攻死亡組中呢 就有夠痛了 更不用說呢 買出惡魔微笑之後 傷害會更高 惡魔微笑之後呢 我們會在 幾寒之戶 有惡魔微笑跟幾寒之戶呢 我們就是名副其實的 又談又通了 本身呢有補甩 而且呢一定的坦度 不至於會被秒殺 只要敵方秒不掉我們呢 我們就可以一直過去 惡心敵方 圍首敵方 如我們所說的呢 X5以前 敵方隊伍之間呢 協調性呢會沒那麼好 比較不會出現呢 像高端局的 比如一個薩尼 瞬過來閃開 然後敵方的其他隊友呢 一人這一招 直接把你秒掉 像我剛剛說的團隊合作 瞬移強開呢 如果你的觀念意識到位的話 也是可以避免或者破解的 像我們這樣玩法的短板出現呢就是 我們會比較少 幫助我們的射手 前期對先期呢可以幫就儘管幫 盡量的幫喔 不要讓他崩 不過主要有陰性位呢 就算我們不幫射手也是可以自己開位 這也是這個英雄的特性了 如果你無法確定你自己能做什麼事情呢 那可能寶牌會更好一點 這邊大招呢也可以幫忙補個血 抵消一下敵方的消耗 而這一波呢我們會沒大招 所以要小心一點 能撐這個塔呢就多摸幾下 OK 一個二技能逼出了敵方颯枷的瞬移 接著呢下路兵線也是不滿水的喔 我們剛剛已經有偷噴幾下 這樣子呢就可以把兵線帶上來 摸高地 這邊呢我們要做的是 吸引敵方的注意力喔 讓我們的下路先鋒可以摸到塔 結果我們雖然死掉了呢 可是確實有摸到高地 那還划算 而我們剛剛的做法呢 確實有點冒險喔 為了呢 把我們的凱撒送進去高地 把自己曝露在很危險的位置 幸好最後呢有拿下高地防禦塔 那還OK OK 這裡呢接著的進攻 一樣的方法呢我們要攻上路 但是呢我們要在其他路來 引起一些紛爭 這邊注意到敵方四隻的注意力都被拉過來了 但是我們需要有人推中 還有上 而這波呢我們成功受了颯枷 莫拉也倒下了 同時間呢中路大門也打開 那這是一波相當不錯的進攻 最後呢我們要幫隊友 去團滅敵方 打了第二次的犧牲打 這一波呢如果沒有這兩波犧牲 很有可能就是MVP 對吧 最後呢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喔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打開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